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战役后 蜀汉已决不振 即使诸葛亮呕心沥血治理蜀国 仍然没有挽回颓势 蜀国的衰弱是因为这场战争吗?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次战役中 分析它对蜀国的影响 以战争爆发的原因赤壁之战后 由备用界的民意占据了荆州 而孙权一直想夺回荆州 为此 两国进行了非常激烈的争夺 一开始 诸葛亮使用了拖延战术 他也夺了一州就归还荆州 然而刘备在夺取一州时 就派关羽去守荆州 占领一州后 也没有提还荆州的事 于是 孙权就急了 在公元219年 派军袭击了荆州 并杀了关羽 夺回了荆州 而吴蜀两国的仇怨就结下了 公元221年 刘备称帝 建立蜀汉 不久刘备 为了给关羽报仇 是要夺回荆州 并亲自率大军功打东吴 二蜀国的进攻刘备派如斑 冯锡 张南帅三万人为先锋 夺取了伤口 占领了紫规 然后 右派势中马良拉拢了沙摩科与蜀军一起作战 孙权也不示弱 任命陆迅为大都落率五万人抵御蜀军 陆迅根据行使采取了防御策略 三两军交战公元222年 蜀军进入伊陵地区 魂兵长江岸边 由于吴军采用防御措施 挡住了蜀军前进的尺头 因此 蜀军在伊陵一带建立了长达数百里的营展 刘备为了击陆迅出战 到阵前挑战 陆迅却始终坚守不出 当时郑处在破属时节 刘备就把军营设在了树林里 准备秋后再进攻 而蜀军将士斗志也开始涣散 陆迅看到蜀军营展绵延忧长 首尾难以相顾 蜀军使气衰弱 于是定下了火攻的作战计划 陆迅命令乌军将士们手拿茅草 在一晚偷袭蜀军营展 顺风放火 瞬间蜀军营展 火光四起 蜀军大乱 陆迅城市进攻蜀军 逼得蜀军向西退走 乌军乘胜追击 大战就这样开始了 然而此时蜀军已乱 乌军攻破了蜀军四十座营战 切断了蜀军长江两岸的联系 蜀江张南 冯夕 以及沙摩克阵亡 杜禄 刘宁投降 附荣后来也被杀 蜀军损失上万兵力 最后 刘被逃到永安白帝城 第二年就病逝于白帝城 一陵之战就此结束了 一陵之战的过程很简单 但对蜀国的打击却沉重 可以说是重伤元祭 使得之后的诸葛亮六出其山都无果而返 为什么这么说呢 难道一陵之战还影响到了诸葛亮的战略吗 回答是肯定的 原因有以下三点一蜀国军事的削弱一陵之战 使得蜀军损失了几万士兵 而且和刘被一起作战的将领不是阵亡 就是投降了 刘被率领的几万人马几乎全军覆目 本来在一陵之战前就损失了黄中 关羽 张飞等猛将 而一陵之战又损失了不少将领 那么 诸葛亮后来的北法就没有将领可用了 所以 大家在三国演义中看到诸葛亮听说赵云 张包去事后 他直接晕倒了 虽说电视有些夸张 但也反映出了蜀国的军事现状 二 经济发展受到影响 按照诸葛亮的想法 使军士们闲暇时种地 发展蜀国的经济 有战争时就练兵打仗 可一陵之战 使得蜀军几乎全军覆目 种地的人少了几万 可想而知 农业发展是多么的艰难 本来蜀国地处西部山区 地理环境也不易发展农业 现在种地的人少了这么多 经济发展可想而知 书葛亮在北法时 多次都想速战速决都未如愿 其中 粮食供应不足是导致 北法未果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招懒人才困难以灵之战后 蜀国的经济 军事受困 很难发展 尽管诸葛亮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 历经图治 想实现刘备的夙愿 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吹 北法没有经济做保证 如何能招揽人才 缺乏人才 北法能成功吗 诸葛亮懂人才的重要性 故而才设计收服了江维 但一个江维是不够的 最后 江维也没能挽救蜀国 被魏国灭了 从这三点来看 伊陵之战的失败 直接影响了蜀国的经济发展 和军事战略部署 直至一蹶不振 最后灭亡 刘备称帝后 不但没有想办法发展经济 恢复生产 加强军事 反而为了报私仇去攻打吴国 拖垮了国家 实属昏招 由于刘备的意气用事 使得诸葛亮的部署被打乱 如果刘备能战胜吴国 还要挽回的余地 可是 他偏偏采用了错误的军事策略 导致全军覆没 让好不容易打下了江山 就此功亏一篑 从这件事 我们可以明白 一个人想成功就得顾全大局 审时多时 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为什么要急于一时 导致前功尽弃呢 所谓明智 不是意气用事 而是懂得事机而动 该出手时再出手 没有周全的 计划 就盲目发起攻势 只能是欲速不达 甚至于导致功败垂成 喜欢历史就请关注搜狐号 肖邦老师的课堂 作者 肖邦图片 来自网络网期文章面接 历尽艰辛 观声宰相 他为何又突然辞官 下朝的复兴 居然是靠一个放牧把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作曲 预订 继利